早就講過了 股市是反映未來 絕對不會是看過去的 所以現在因為明天就封關了 現在我們就去思考 冷靜地想一想 到底哪些題材是農曆年後 必定會發酵的呢 淑芳姐來 請上來 她說這四個題材 年後期待是高的了 我們看我們採股 明天是不是就要封關 所以今年裡面第一季 這種工作天數非常的少 那如果你在工作天數少 你又可以營收成長 那是不是就第一季淡季不淡 別人都衰退 只有你成長 那大家都資金會拱你這一邊 第一個是工作天數少 但第一季淡季不淡 對 半導體 網通食品 太陽能都是這樣子的 那第二個 3月31號之前 是不是要公布年報 誰規定你3月31號 才可以公布 隨時都可以公布 所以2021年年報公布 你只要本益比合理 或是大家看 哇 你的本益比怎麼這麼低啊 會不會漲 會漲嘛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2月份回來 沒剩幾天就要3月了 那3月在幹什麼呢 3月就是第一季的最後一個月份 那要不要法人拼作帳 集團要不要拼作帳 所以你就可以留意 法人有轉買的 或是價穩的 或是法人轉賣的 你就可以減碼 這就是作帳跟結帳之中的差別 那軋空呢我們說1月到3月 是軋空的一個旺季 也就是股東常會前兩個月 要不要融券回補 要 空單要被迫強制回補 那你的如果你的融券非常的高 你的股價又很強 那會不會軋空 會 所以就是股東常會前兩個月 融券一定要強補 真的 這個會強制回補 所以 那反之呢 你如果變成融資增加 融券減少 那你呢就可以去賣掉 這些軋空股 如果價格偏弱的 該您報告融券就是借股票來賣 希望能夠空賺到錢 但是呢人家都要開股東會了 我股東照冊要知道哪些人 這些股票是隸屬於誰的 所以當然融券要被迫強制回補 如果券資比偏高 股價往上 空單被嘎到 嘎的意思就是股價往上漲 因為我放空是希望它跌 所以被迫買回來還給人家 就是買回來被嘎的意思 好 四大類的指標 我們就來看 低劑淡劑不淡的 我剛剛有講到很多類 譬如說矽晶圓是不是就漲價 已經公佈 合金公佈漲價 今年外資跟頭銜也是同買的 就是低劑的漲價 今年估計四塊半到五塊 那博智呢 就是高速傳輸PCB載版的部分 高速傳輸版 那低劑的營收 可能還會比去年第四季 今年是十三塊以上 所以兩黨來看一下 合金跟博智來 低劑淡劑不淡 那我們在之前談論上說 合金你看它弱 可是你補這個缺口反而是個機會 結果沒有像要補完缺口之後 連續頭戲買兩天 今天依舊買進 所以這個補了缺口之後 反而只跌往上了 對 我在之前有談到說 股市它有個倫理 就是你IC製造開始漲完之後 一跡之後 大概就是矽晶圓會漲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博智 那你看它是不是很強 相對比大盤的強 那你只要這個缺口不去補 或是你這條月線不去做跌破 那就是一個續牆的趨勢 月線170 第二類喔 第二類就是年報的效應 我剛才講說 你一定要找本益比很低的 然後本益比很低 他就說你怎麼那麼便宜 那麼便宜 大家就願意資金進去 我說聯發科在今年裡面 就是60到65 而且不要忘記 它有特別股息 它的殖利率是高達6%以上 高價股哪一個6%以上 告訴我 對 沒有 那今年裡面是70塊錢 那本益比現在才1000塊錢出頭 那本益比真的很低 我們算給你看 估今年EPS如果抓70塊好了 保守一點 1085的收盤除以70塊 本益比15倍 觀眾朋友IC設計 美國公司那邊IC設計30倍 40倍的本益比有夠低的 所以我說15倍是它的低標 所以它現在才在低標 那如果能夠20倍以上 那你不就賺到了 對 20倍算一算 如果是75塊乘上 1400塊 20塊是多少 1400塊 1400塊 對 我數學很快 明年聯發科加油 好 再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蘋果在今年裡面是新品齊發 那有些的新品 它會採用到Mini LED 那台表哥就跟Mini LED 是有關係的 打件是有關係 那它去年EPS是12塊到12塊半 那股價多少 129 是不是10倍 對 今年呢 16 17 大家說真的很適合 所以下檔風險有限 但是上檔上面有空間 本益比你看 有業績的本益比 竟然只有10倍 聯發科 台表科來 你看 聯發科 你說它不強 但是也比大盤來得強 大盤現在是靠近半年限季線下了 對啊 所以雖然中國大陸的手機業務 並不是那麼的強 但聯發科的5G的拓展的晶片 比中國大陸的手機好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的個股上面越跌 你的投資價值越浮現 那大家可以自己留意 那季線不破就是續搶的一個趨勢 季線1056 台表科 那你看台表科是不是在最近也比大盤來得強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曾經均線糾結開口向上 有沒有發覺到這邊有個最大量 移動到這邊過來 大量喔 大量的這一根 你看他跌破了對不對 那你說 可是他的股價轉落 我剛有談到高殖利率低本益比 沒有在看技術面的啦 就是你是不是越跌 我就問大家852 30年限 哪個技術面是多頭 那個卻是很好的存股 那一樣他的技術面是轉落 之前是不是技術面轉落 但本益比低啊 反而出現了什麼 投資的價值 因為股息殖利率隨著股價掉 他是跳高的 好再來第三類 好第三類這個就不大一樣 這個是也是一樣miniLED 他叫負財 法人買的一個部分 那你看他的本益比 就比較高一點點 那4塊到5塊 那主要的原因是 你過去沒有 你過去賠錢 那他的年報的公佈 他會虧轉贏啊 那就有轉機成長性 另外一個61104的創圍 這個也是一樣 USB PD的部分就是快充啦 就Type C 明年的蘋果全部都要改Type C 那你來看12月份以來 投信買超多少 3000多張 這個投信買超1萬多張 而且創圍今年是算一個股份 所以富載跟創圍來 我們來看371 你看他是不是也比大盤強 那回測到整個月均線的一個位置 那像這個個股上面 之前是不是均線糾結開口向上 月線從來沒有跌破 也就是他如果能夠拉上去 那他就是還是一個強制的一個趨勢 月線86.57 希望成為強支撐創圍 我們來看6104創圍有沒有比大盤強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談到Type C 跟整個USB PD的部分 那你這個很簡單 這條就是季線 相對比大盤來講 一個是你在這邊破掉你賣 一個是你前破的低點回補 破掉你賣 這是兩種做法 季線182左右了 第四類是卡空股 卡空股裡面一定要記住 卡空股他有時候會超漲 有時候會他在這種過程中你就注意超漲的個股上面 你就一定要散射停滴停准點 第四類是卡空 對卡空股最簡單 就是卷子比一定要兩成以上至少 那3035的資源 他是做IC設計更上游 叫做矽緻財IP服務的公司 那圓泰他是做彩色電子紙 現在連公車站牌都是用他的對不對 那我們也知道那BMW外殼也有用他的好炫 那你看他的卷子比多少 智原42% 元泰27% 這個都是卷子比非常高的一些的股票 年後這些股東會之前兩個月 融券要被迫強制回補 今年過的EPS在這兒 來看一下智原 我們來看3035的一個智原 這檔個股最好你要配合一下投信的進出 配合一下聯電法說會的內容上面去做 那如果這一條也是之前從來沒有跌破的 季線能夠守得住那就沒事 一個是這裡一個是這裡 當作你的出廠參考價 季線線是202元泰 我們來看806 這個實在是有夠強 那彩色電子紙呢 他雖然本益比很高 可是反而對他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其實說實在的月線已經十字又有效益 在今天跌破 你應該是今天要出啦 假設你沒有出那就很簡單 然後浮標移到這個的低點 這個的低點裡面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點是136.5 也就是守住136.5沒事 破136.5的話 你就賣掉 好 四大類農曆年貨 還有機會表現 剛剛熟芳姐在帶支援的時候 講到了聯電 因為他是聯電集團的 聯電就在今天召開法書會 去年的獲利創歷史新高 28奈米營收年增7成5成績呢 對 其實聯電去年的財報 這樣看起來有點輸給利基電 怪不得股價輸給利基電 這是非常的正常 4.57是不是輸給利基電 將近5塊 對 毛利率33.8是不是輸給利基電 40% 對 利基電的毛利率40% 40幾耶 42耶 對 40% 所以這個部分他都輸 連營業利率都輸 所以整個一個聯電 他去年的年報沒有賣點 沒有亮點 然後資本支出是30億 他唯一的亮點這邊有一個 12寸占比9成 對 也就是說 你之前都是我成熟製成 成熟製成對不對 可是我往12寸去做推進 也就是說他可能從成熟製成的奈米 28奈米往比較低的奈米 是越高製成 往那邊去走 所以往高一點點的成熟製成走 高一點的先進製成 對 先進製成走 因為奈米是往下的 所以是先進製成 12寸他們都是指先進製成 第一季的展望 第一季的展望性 這個部分就大家看了 就覺得你怎麼這樣 出貨跟上季持平 人家好歹都有成長 講持平就比較麻煩 所以他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他的單價 激增5% 重點是這一個 大家還記得之前的報紙寫多少 腰斬喔 所以他其實不是腰斬 是報紙上面本來就會亂寫 他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事實上大家本來 法人之前是不是有看空的法人 就是說你的 你的供需的警俏的問題已經解除 你的漲價的一個部分會趨緩 所以他這是符合法人 只是說你報紙給他寫得太好 他現在變成只有5%的話 他可能會造成市場上面來講話 並沒有辦法去做利多解讀 但是我覺得他有個亮點 小小的亮點 一個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毛利率 終於站上4成了 所以這個部分會有利於 他低劑的獲利還是持穩向上 只是說能不能那麼大的利多 像台積電恐怕是沒有辦法 但蜀芳姐剛也講了 人家2021的去年利基電 毛利率就佔上4成多了 零電要到今年的地季才佔上4成 所以有一點點還在追著跑 對還在追著跑 好 感謝蜀芳姐 謝謝您 請回座 我們開始整理了 因為這一兩天修正幅度很大 所以大家就會慌也會怕 告訴您正所謂的蝶食種植 故事是反映未來的 努力年後流行的四大題材 蜀芳姐說會動喔 所以年前如果修正 是買不是賣的 工作天數第一季是 工作天數因為比較少 所以第一季淡季不淡 第二個 年報的效應 去年一整年真的很好的 就提早公佈 未必要等到3月底了 法人集團作帳一樣 過完年之後就會做了 還有加工股 都是這些的重要指標 當然指標股也列出來了 這幾檔標的分享一下 剛剛還有包括了聯電 聯電如果以去年成績單來看 沒有立基電來得好 但是不錯的是至少毛利率 今年第一季佔上了四成 包括了它的資本支出 往先進製成的比重 稍微再拉高了一點點 總之這樣一個題材 如果未來性是夠 您不要慌亂的亂殺一通了 照明年有題材有業績 年後會發售的 以上結論 淑方節正確嗎 非常正確 感謝您了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接下來來看 這個也希望它的往後 是越來越好 英特爾這回來真的了 日前跟S-More買了新世代 極子外光機 之前進入交過了EUV 它是先進製成的 台積電753奈米 都是用這一台的機器設備 擺明了英特爾正面迎戰台積電 但我要問 這次英特爾 您的勝算高不高呢